会场内与会成员专注参与会议讨论 针对会议章程 会晤专案计划 各州青商踊跃发言 隶属于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青商会 在世界台湾商会年会期间 进行第六届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 即第七届会长及监事长改选 来自全球六大州的青商会成员 在联席会议结束后 进行候选人证件发表 今年会长候选人由曾经担任 世界台湾总会青商会秘书长 以及越南青商会辅导会长的邱晨远 出马角逐 监事长则由法国青商毕翔生参选 世界台湾总会名誉总会长李方信 也特别前来关心选情 红一票一张 红一票一张 经过各州资深理事 领票投票选务委员会随即现场计票 确认邱晨远及毕翔生当选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也在选举结果确认后出席 并对于这群青商寄予厚望 蔡总统交代了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所有在海外的桥社桥团的世代交替 这件工作 乔友会要鼓导协助我们全球所有的桥商团 台商团 社团 桥校 都要做好世代交替的工作 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在见证 我们青商会 世代交替的工作 第二 蔡总统勉励我们所有的桥 桥包我们台商团 协助政府 提供国民外交工作 让台湾走向世界 让世界进入台湾 在委员长的尖交下 市总青商会会长与监事长应信交接 象征新年度的展开 对于未来一年的工作计划与目标 新任会长邱成远也已经准备好各项企划 非常荣幸可以担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七届的青商会会长 我是邱成远 那在未来的一年 我这次的政见是团结世界迎向未来 我们预计举办六大洲的青年创业论坛 辅导海外青年在海外的主流社会做创业 或者是辅导海外的侨二代 由意愿回国来做创业 我们会见请政府 去鼓励海外的青年回台 做投资跟创业的奖励措施 我们也会促进经贸的发展 然后加强东协这边的经济议题 然后宣传给全世界的这些青商 自已自成 克尊国家法律 来自全球各大洲的青商会员 一同上台宣示 展现新团队的气势与企图心 也对未来的接棒传承积极做准备 台湾宏观电视陈令文中金刚 台并赞访报道 感谢大家的认 Только 感谢大家的机会 感谢大家的